字幕提供 我們夠不夠走嗎 夠啊 很多位置 是嗎 好像很貼 夠不夠 夠不夠 夠啊 夠啊 錢 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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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好啊 哎呀 你快下車看吧 糟了 沒事的 都沒有人在這裏 搞錯啊 撐這個廢 應該沒事 我們走 走 好像不是很好啊 沒有人看到 害怕啊 好啊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皮包鐵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浩和街 不是來出車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有東西要拍 就是我們這一輛 鳩羊終於都安裝了一個車鏡了 哇 話說其實大家看到 鮑培南買了這麼多一輛 鳩羊來上班 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安裝過車鏡 以至到它以前炒車啊 或者我們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都是沒有車鏡去見證著那一刻 那為何我們現在突然間會安裝了車鏡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了這個車鏡的重要性之餘呢 其實就發現原來去安裝一個車鏡 都很簡單的 純粹都是安裝位 拆兩顆螺絲 然後拿起一個兜 這樣已經可以拆到車鏡出來的了 變相如果我們遲些要換其他車 或者換其他更好的羊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拆開車鏡出來用 我們現在用的是來自台灣牌子 Looking錄得清的F911GTS雙鏡頭的車鏡 那這款F911GTS車鏡呢 它是專門給電單車專用的 它是有1080WDR雙鏡頭 另外就是有最基本的防水功能 以及140度廣角的 另外你會看到它裝上去 純粹都是用來一顆螺絲就可以裝到 所以安裝來過也挺方便 裡面會有一個主機螺絲 我們就收在SIP底下方的 而且它作為一個電單車的車鏡 還會有一個傾倒鎖檔 即是如果你的車躺下了 它就會鎖掉你那支影片的一個功能 反正都是看我們剛剛片頭的那個畫面 看看我們電話開過APP的時候 它有沒有幫我們鎖掉那支影片 好 作為一個車鏡頭最重要就是 可以拍到事發經過 或者是事發經過的時候 別人的車牌前後也是的 所以我們就現在一起來測試一下 這一款F911GTS 可否成功地拍到我們想要的畫面 無論是在早上、晚上、下雨 我們都會試一試給大家看 看看它的質素是如何的 好 就是這樣 我們一起去看車鏡片 首先介紹在車鏡畫面上 你會看到它的日期和時間 而在你第一次連接APP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同步了 另外你會看到實時車速 只因我們加了一個GPS的接收器 一個車鏡的作用 最重要是用來記錄 而不是欣賞當時的畫面 因此我們就不會去評論 究竟它的色彩 或者它的流暢度好不好 反而我們最在意的是 它定格畫面夠不夠仔細 就好像我們定格這一刻 究竟看不看得到 對面這車的車牌 首先最基本 我們就要看一下 一般情況之下 這個車鏡可否拍到 前後車的車牌 同時我們也要看夜晚 在市區的情況 而我們本身最擔心夜晚 會被後車用太陽拳照射的時候 會拍不到車牌 不過我們暫時試了幾次 就算後車的車頭燈比較光 我們可以順利地看得到它的車牌 另外我們欣賞 震光貓王的農場道 就算你看到畫面震到這樣 其實它在定格一刻 都可以看得到車牌 而在下雨天方面 攝影機上的水滴 再加上車頭燈的燈光 很容易令到畫面反光 雖然你看到畫面 尤其是後攝影機 好像很蒙 但只要你找到畫面的格數 其實是可以成功地拍到後車車牌 而在雨天散光的情況之下 隔離線前車的車牌 都可以看得到 而日頭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連雙隔一個車位的隔離線 綠色的士的車牌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雖然畫面 不像我們平時手機或相機拍片 那麼漂亮或順暢 但它作為車鏡 每一格畫面的仔細度 都會比我們平時拍片高 因此才可以清晰地拍到別人的車牌號碼 而因為SD卡會插在主機 而我們的主機就收到設置底 因此手機APP會成為 我們能否拿到影片出來看的重要關鍵 首先因為我們有GPS接收器 所以我們連接手機APP的時候 可以同時看到畫面之餘 還會看到當時的車速 或者是海拔距離等等 APP裏面也可以調整 CAM的設定 設定解像度 是不是收音 以及剛剛所說的 傾倒鎖檔功能 也可以調整開關 我們試過在手機APP裏 連下載影片的畫質 和我們用SD卡拿出來的畫質 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怕下載的時候 影片會低清了 同時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下載影片需要少許時間 一條3分鐘的前後車鏡片 要約摩3分鐘才可以下載 而它是採用循環錄影的方式 拍攝每條影片會有3分鐘 你會看到我們這樣 一張官方送的64GB SD卡 就可以錄到大概4天 包皮男上班下班的畫面 然後再有 你會看到鏡頭已經有一層 一陣塵埃在這裡 不過你也應該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的 另外就是 其實我們這輛車的震動也挺大 你會看到我們車尾的位置 甚至是散了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也有擔心過 會否拍出來是很震 或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水 去測試一下 究竟我們的車 在穿了車的時候 究竟是有多震 證明給大家看 我們的車真的快要散 但都可以成功安裝到車鏡 拍到要拍的畫面 因為車鏡頭是我們自己DIY安裝的 所以在我們第一次安裝的時候 這個前面的車鏡頭就安裝得太低 以至如果前叉動的時候 它就會撞到前面的位置 就像這樣 正常來說 其實買車鏡頭也不會自己安裝的 我們為了拍片才自己安裝 但如果你出去找人安裝 都要注意安裝完之後 你動一下前叉的位置 車鏡頭會否撞到車的任何部分 還有記得要留意 電單車的電池 始終沒有私家車那麼大容量 所以正常來說 電單車的車鏡頭是不會搏長火的 而我們的鏡頭就是搏了頭燈的電 所以我們就連同頭燈 人手啟動的車鏡頭 最後總結就是 我們試了這個車鏡頭之後 我們都滿意它的表現 尤其是我們都特意等到下雨天的時候 再試一下它的效果 而它都可以成功地記錄到前後的車牌 我們就覺得這樣已經是一個合格的車鏡頭 之前在一些網上討論區都見過 其他師兄師姐推介過LOOKING的F911S 而我們現在使用這一款F911GTS Pro版 就是2021年尾新更新的版本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來自台灣LOOKING錄得清的車鏡頭 就可以上遊合網和分銷地方留意 而最後我們呼籲開電單車的人士 可以的話就花一點錢去安裝車鏡頭 因為一有喜事上來 有車鏡頭做證據就不會口同被咬 尤其是在你需要用車鏡頭做證據 去告對交或claim補償的時候 如果好像包皮籃以往被炒車 但沒有車鏡頭就會很吃虧 再加上有傷再生回不到工會沒有收入 然後同時又要承受洗傷口的痛楚 單單就是因為你沒有車鏡頭 而告不到對家 真的會雪上加商價 在街上一個不小心給馬路炸彈線 車鏡頭帶給你的賠償 分分鐘多於你買車鏡頭的成本 因此無論大家用什麼牌子 什麼型號的車鏡頭也好 最重要就是有車鏡頭 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安心出行 我們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對我們今天介紹的這款車鏡頭 有多一點了解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